他总撒谎 他向你撒过哪些谎呢 就是他辞职不干了 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 然后每天还是出门 然后晚上回来 直到我发现了以后 我问他他才跟我说这件事 这不算骗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之前呢 我找了一份我想做的那份工作 但是那个工资不是很多 他让我找的那份工作呢 就感觉很多 但是我认为那个不实际 那项工作吧就是属于棋手 是外卖的棋手 对 在东北吧 冬天冰天雪地嘛 所以说滑倒吧 滑倒几次以后呢 我就更不想做了 就是也不算骗吧 算是一种隐瞒吧 因为他皮太大了 我跟他说完以后 只能是争吵 我只能是妥协 这资料上说您今年34岁了 对 你之前有工作吗 有工作 以前做什么的 交易员 这次操盘嘛 交易员 后来不做了什么 对 他已经休息一年了 因为他前年工作比较忙 去年一直是我在工作 我在赚钱 然后今年开始 我觉得我们应该工作了 因为正常南方嘛 肯定是要有工作的 然后我们就商量 商量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最后我们定的是 骑手这份工作 他送外卖不是需要 骑电动车吗 那个电动车可以租 也可以花钱买 当时是我花了5000块钱 我去付这个费用 然后给他买的车 如果说你当时觉得 你不想干的话 你可以建议我去租这个车 我们可以省一笔费用吗 因为我赚钱也很辛苦的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寡来的 对啊 所以说我之前我就跟你说嘛 我说不做 是你发脾气 我只能妥协而已 我只是说 试着去做这份工作 但是不代表说 我真喜欢去做 那你不干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看你发脾气 我不想上去 我不想上去 那这种事能玩多长时间呢 其实他生活上 过于强势 什么都是说要听他的 出去玩 也是 之前有一次去拉上 那天晚上 他突然跟我说 我们明天去拉上 因为这个地方 是我一直以来 西藏拉上 是我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自己去的话 很不安全 那个地方很远 然后我就希望 我的男朋友陪我一起去 然后我是和他商量 最后他同意和我一起去了 我才订了票 对 这种地方吧 身体不好的人会有高原反应 你身体有多不好呢 你没有心肠病 你也没有高血压呀 但是你跟我太突然 你哪怕说十天以后我们去 当然了 我还妥协去了 最后还是去了 到拉上第一天就很难受 正常人到一个高原 他都会不舒服 因为高原缺氧啊 当那时候你难受 我说不说给你买氧 我当时我说了 我说我给你点氧气瓶 吸完氧之后会舒服很多 当时他告诉我说 我在那种状态就是我 主持人我当什么状态呢 我都去洗手间去吐去了 很难受很难受 你当时问我 买不买氧气瓶 买不买氧气瓶 你就不是钱不钱 你就是说你就应该给我买 但是我说了 我说我给你买 但是你说买了我也不会洗 那我为什么要去花钱买这个东西呢 我们第二天我们是包车旅游 然后那个车上导游 就会给你发氧气瓶 那个是免费的 每人每天一瓶 不是焦点在哪 我也没听到 焦点在哪呢 他认为的我跟他自弃 而去说装病 我已经陪你去了 是不是多早应该到我的身体啊 但是你想要就要吧 你不想要就不要吧 我买你能洗我就会给你买 你说买了也不洗 我怎么给你买这个东西呢 就是任常生活中也是 你说话你就说明明 所以说就是我来这 就是想处理哪件事 就是沟通 还有他皮太大 沟通属于什么 就是行我可以听你的 你就一小部分尊重我一下都不行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种 你 прид攻击 我们用来做的 你们用来做的